郑州市,河济会面。郑州作为河南的省会,可以说是集河南美食女一城,而最能代表河南美食的就是会面。 河济会面源于郑州,历史悠久,据说是飞机轰炸出的美食,抗战时期有一位名厨叫赵永光,非常喜欢吃面食。 赵师傅坐日本鬼子飞机的时候,发现把剩下的面条加点羊肉汤惠惠,再吃也很好吃,就潜心研究,在里面放些盐、茧、食汁更筋,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,后来就成了蜂蜜河南的蜂味美食。 开封式,筒子鸡。 开封筒子鸡是于百年老店马玉兴,历史悠久,如今更是蜂蜜全国。 其主料是鸡,主要烹饪工艺是煮,煮出来的老母鸡色泽金黄,柔嫩鲜香,肥而不腻,属于温补型,可以有效驱除体内风寒,是开封的代表姓名吃。 洛阳市,牛肉汤。 洛阳除了千年古都之外,还有一个别称叫唐都,洛阳人的汤文化光辉灿烂,牛肉汤,羊肉汤,豆腐汤,丸子汤店开满大街小巷,其实也牛肉汤最为出名。 洛阳的牛肉汤用牛骨熬制一夜,用料丰富,鲜香可口,配饮饼丝非常美味,是洛阳人的标志性早餐。 平顶山市,夹县和乐面。和乐面的起源地是夹县,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的金刚和乐面,距今已经一二零零年历史。 和乐面面条,因其独特的加工手法,所以吃起来非常筋道,汤用羊肉汤熬制,味道鲜美,活面融为一体,有滋不壮阳之功效,而夹县和乐面馆也开变了全国,名气非常大。 安阳市,道口烧鸡。 道口烧鸡产自安阳华县道口镇,是我国的著名特产,与北京烤鸭,金花火腿等其名。 其源于清朝顺治年间,距今三百多年历史。 陈年老汤搭配多种名贵的中药材,色泽金黄,肉质鲜嫩,咸丹事宜,肥而不腻,是烧鸡中的战斗鸡,极具食疗自布之功效,是河南乃至中国美食的一张名片。 鹤壁市,齐河鸡鱼。 齐河河水水质清客见底,口感甘甜,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二类标准以上,是华北唯一一条没有被污染过的河流。 齐河中有种双倍鸡鱼,是鸡鱼中的极品,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天然无公害,蛋白质含量极高,用一包汤味道更佳,是鹤壁的一种代表性美食。 新香式,丰丘卷煎。丰丘现传统名菜,由猪肉,鸡蛋为主料加各种调料制成,味道香美清爽利口,外皮是鸡蛋煎成,色泽金黄爽口,内馅猪肉肥而不腻,起源于宋朝,被宋太祖赵匡印封为御用菜,如今在河南各大宴席中,卷煎都是一种必备菜,名气很大。 交作是,怀府闹汤驴肉。交作沁阳名吃,起源于明清时期,驴肉取自沁阳当地养殖的驴,因为运动量是以,当地的驴肉肉制紧实,口感鲜嫩,定量老汤加入深井水,配以各种调料,以及怀府山药,怀牛西,怀菊花等,汤汁浓郁,营养价值极高,熬制过程中,因汤汁沸腾声响较大,所以叫闹汤。 公益传承百年,是交作代表美食。 蒲羊市,果凉皮。 果凉皮这种吃法源于蒲羊,蒲羊人爱吃凉皮,一年四季都可以吃,一张晶莹通透的凉皮裹上花生碎,黄瓜丝,芝麻酱等,咬上一口花生黄瓜的香气之充脑门,味道非常鲜美。 果凉皮是蒲羊的一个符号,它的身上也承载了太多在意国他乡的蒲羊人对家乡美食的思念。 许昌市,宇州十三晚。 其源于许昌宇州,地地道道的农家菜,主料是豆腐、大肉,配上焖子和粉条,已有数百年历史,是自古以来,许昌当地伴酒席的标志性菜,普普通通的家常菜,胜似山珍海味,因为这是亲朋好友,邻里之间和谐和睦的产物。 十三是一生的意思,寓意亲人一生幸福安康。 洛河市,北五渡胡辣汤。 产自洛河北五渡镇,中原老字号,起源于清代道光年间,开创了炖肉胡辣汤的鲜河,肉辣汤鲜,香辣棉口,因用八种调料熬制而成,又名八珍汤,是河南逍遥镇胡辣汤之外,又一种知名度很高的胡辣汤,也是洛河的代表性美食。 三门侠市,领宝肉夹馍。 产自三门侠领宝,一种知名度很高的特色小吃,提起领宝,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肉夹馍,丝滴的肉夹馍外饼胶而酥脆,馅料未熬制的猪肉卤肉,肉感咸香一人,肥肉配上青辣椒等,肥而不腻,吃起来满口流油,非常好吃,也是三门侠的代表性美食。 商丘市,北湖遭鱼 产自商丘虽县,距今二百多年历史,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,以肥嫩鸡鱼为原料,不去鳞片,刨去内脏,经过油炸长时间闷汁而成,色泽金黄带赤色,鱼肉鲜嫩,枯酥刺烂,吃起来非常美味方便。 小编作为商丘人很怀念小时候走街串向卖糟鱼的小贩,也是很多商丘人记忆中的味道。 周口市,逍遥镇胡辣汤 产自周口西华县逍遥镇,起源于北宋年间,历史悠久,是胡辣汤的起源,有骨汤制成,汤香味浓,胡椒比例适当,辣味纯正,符合大多数人的口感,并有屈寒自补的功效, 是北方早餐的代表性汤食,如今,逍遥镇胡辣汤开店国内的大街小巷,知名度非常高。 驻马店,汝南涮牛肚 产自驻马店汝南县,主料为牛肚肉片,用竹签串起,在骨汤或者鸡汤配上大料的汤汁中煮蒜,牛肚吃起来非常脆口鲜嫩,沾上芝麻酱或者蒜泥的酱料,口感更佳, 在驻马店的小吃街,吃涮牛肚的时刻,经常人满为患,深受老少爷们的喜爱。 南阳市,方城会面 产自南阳方城县,是河南会面界的泰山北斗。 与郑州会面相比,方城会族较多,羊肉资源丰富,所以方城会面的汤汁羊油更加浓郁,更加鲜美,辣椒油也是方城会面的一大特色,比其他地方的更加香辣,所以深受广大南阳时刻的喜爱。 信阳市,清炖南湾鱼 食用产自信阳南湾湖盛产的花莲鱼,南湾鱼吸含量特别高,多吃有益于大脑,南湾湖水质优良,且养殖的鱼大多不用饲料,完全自然生长,所以,鱼肉非常鲜嫩顺滑,鱼汤鲜美色白无腥味,营养价值很高,南湾鱼在河南知名度很高,是信阳的代表性美食。 机缘市,鸡蛋不翻 机缘市的传统特色小吃,其源于明朝,历史悠久。 猪料为大米小米,打成浆发酵,放在特制的容器中间,不用反煎,再将鸡蛋打碎到路间,然后将煎好的不翻倒在鸡蛋上面焖一下即可食用,是机缘人的特色早餐,也承载着很多黄河渔民对平安的念想。